嘉义市明年将会主办2021台湾设计展 嘉义市长黄敏惠也邀请华林市长魏嘉贤 在活动期间能够带领市政团队一同的参访 并且表示明年台湾设计展将以嘉义已成为家的概念 透过嘉义市东道组的热情款待来申购体验家的感觉 在上个月底华林市长魏嘉贤协同主任秘书欧美华 建设客长徐国成等人 前往嘉义市与资助农兵桥重建工程的嘉义行善团 签订捐助合作契约 在当天的中午餐会嘉义市长黄敏惠也赶抵现场 为市长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 明年嘉义市会办台湾设计展 一定要过来 我想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就一直来晚或带您的干部团队来到这里 想要特别接待好不好 2021台湾设计展明年将在嘉义市举办 嘉义市长黄敏惠也邀请魏市长在活动期间 带领市政团队一同参访 而市长魏嘉贤也希望花莲的年轻朋友 可以多观摩类似的活动 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在今天也特别谢谢黄敏惠市长的大力邀约 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 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设计师 能够推引而出 今年是在新竹市办理2020的台湾设计大展 那我们希望说明年在嘉义市 办理2021的设计大展的时候 有机会带我们所有的乡亲过去看看 了解一下世界设计的一个主流 跟台湾设计的一个方向 那也可以提升出城市的一个 未来城市美学跟城市设计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在此谢谢黄敏惠市长的大力邀约 那我们也会鼓励我们更多的乡亲 到我们嘉义市去旅游 去欣赏我们最棒的台湾设计展 嘉义市长黄敏惠也提到 2021台湾设计展是彰化云林嘉义等地区 首次作为主办城市 策展的内容将会透过设计导路城市致力 加速城市建新与创新 而活动中也将会以嘉义制裁所 嘉义旧监狱及嘉义文创园区等三处 具有百年历史的场域作为展览组场馆 希望能引出嘉义市悠久的历史 让城市的文化底蕴 成为2021台湾设计展的能量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